春节脚步进,一群眷村子弟回味眷村过年 特别准备了春联、县长、议长、市长、主席等吉祥话 来到独行石村应景贴春联 让游客民众来到这儿也能亲自体验并回味眷村浓厚的春节年味 哦,快点来哦 独行石村,眷村迎村,龙年行大运,好运龙龙来 OK,新年快乐 这次活动是眷村人自发性的活动 一早有人拿浆湖春联鞭炮来到独行 浩浩荡荡为独行石村添新庄 虽然独行人士早已搬迁 重视在眷村的年代与传统年节 连续十多年来他们都会回来贴春联 让独行每年都是年味最浓的场地 它这个是马公司公所提供的这个纸 这个相当不错 它一吸就吸上去 而且这是万年这样 我们特别做了一批这些东西 因为写了一批这些东西 因为独行石灯的建筑形态 这种横窗 对 那横窗贴上去会很漂亮 有眷村会 不够长的 不够长的 我现在没办法蹲 我可以站我们厕所都去找那个 澎湖眷村文化保存工作者商磊爱说 虽然老邻居们都搬离眷村分散各地 但大家心里仍信念着陪伴度过童年儿时的矮房老家 春节将至今年仍将安排回到眷村会有鞭炮除旧布新 银村贴春联活动 我们今天特地到这个笃行石村 这个最富有历史的一个眷村来贴 每年我们必贴的春联 这也是每年过年我们必做的一个活动 在这个笃行石村搬走这十几年 我们几乎每年都回到这里来贴春联 让这个眷村在这个每年的过年都喜气洋洋 然后让这个眷村的气息很富有过年的气氛 然后让每个来澎湖旅游走到这个笃行石村里面 所有游客都能感觉到我们澎湖的新年气息 让今年的这个气氛能更加的浓郁 祝大家新年快乐农年行大运 谢谢 这个除戏前就开始煮酱湖 那个酱湖住在香香的都很想偷尝一口 像广东咒一样 然后我们群小朋友就是跟着爸爸妈妈出来贴春联 其实家家乎乎在贴春联的时候是很热闹的 那我们这些好朋友们每一年都相约来捐村 再来贴春联回味一下 那个儿时的好玩的趣味活动 我觉得这样贴了春联以后 这个捐村看起来又不一样的充满了年味 除了贴春联也特别提醒春联怎么贴 陈嘉明表示上下连加横批 春联贴法位在大门口左右两侧及上方 贴春联时人在大门外 面对大门将上连贴在右手边 就是说我们春联有分上下连 那我们面对大门的右手边是上连 左手边是下连 那春联的上下连的最后一个字 如果是去声的话就是注音的三四声的话就是上连 那平声的话就是注音的一二声是下连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副就是意思就是 十季三阳多俗气 气就是去一四声就是上连 加敦一乐有和风是一声就是贴下连 这个大家注意不要贴错了 早期眷村院子里晒着腊肉香肠 妈妈厨房里一道道的年菜 全家人一起大扫除贴春联穿新衣 孩子们穿梭村子里放鞭炮 这些简单又纯真的眷村记忆 在年节氛围逐渐消失的现金更显珍贵 为了让民众们重温眷村浓厚人情味 这群眷村子弟从搬离眷村后每年都回来贴春联 让独行石村年味十足更添喜气 记者王海龙报导